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易阳千玺扮演角色的懵懂稚气 也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与易阳千玺剧中稚气不同的是 作为哥哥的吴京 一身破损的棉衣 脏兮兮的脸 干裂的嘴唇 还有眼中带泪 视死如归 又抱有遗憾的神情 小鱼看到了 吴京的演技真的更加精进传神了 这部电影对战损中的塑造也是精致到小细节 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该有的伤痕一样没有少 尤其是郭麒麟在片中被打后的样子 真可以不夸张地说 被打的郭德纲都认不出 每一处战损装的细节都体现得很到位 灰头土脸都算是最简单的装造了 不过 在这部影片中排除钟楚希洋装歌女的身份 她的战损装真算是比较干净的了 不过说到战争题材片 就一定要说到经典剧亮剑 仅用三十几集 就让它成为顶端 而这部剧耐看好看 不仅仅是因为接地气的对白 更是对战争较高的还原 同样是战争题材影视剧 好的作品就是做到精细 一个战损装 就能清楚看出剧组的是否用心 用心的剧组不会被辜负 敷衍的剧组也只会自食其果 看完这么多部影视剧战损装 或许还是有人会觉得 王牌部队整体装造太干净 其实也很正常 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战争片都是如亮剑里 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 面朝黄土 面黄肌瘦 十分显老 但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不一样的样子 两者的背景时间也相差甚远 每一个人看待作品的眼光也是不一样 所以没什么好对比的 感谢您负草 亲信者 亲信ità god акти債